為什麼天氣冷 室內的窗戶會起霧呢? 最近早晚溫差大 有時候還會下雨 一覺醒來 窗戶上霧某某的一片 每一次都要用抹布擦乾 以免流到地上 長時間下來 還會引起牆面細縫 發霉變黑 如果遇到寒流來襲 情況更是明顯 像室內門窗表面凝聚著露水 或水霧的現象 稱之為節露 在密閉環境下 室內保溫越好 玻璃水霧的情況越明顯 會造成這種現象 是因為室內外溫差大 與室內濕度高 這兩個條件下才會產生 當室內的熱空氣 接觸到冷玻璃 會凝結成小水珠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起霧現象 其實這種情形 也會出現在車上 只要車內外 達到相同的條件 就容易造成玻璃起霧 在開車過程中 容易產生危險 車子的玻璃起霧 可分為夏天形 與冬天形 夏天形起霧 是因為車外的溫度 大於車內的溫度 在下雨天 經常特別容易起霧 而冬天 是因為車外溫度 小於車內溫度 在車上如果滿窄的情況下 容易造成車內玻璃容易起霧 因為冷的呼吸 會吐出熱氣 以及濕氣 那麼如何處理 窗戶解霧的問題呢 第一 每天適當的開窗通風 可以降低空氣的濕度 玻璃解霧的現象 也能夠正常風乾 第二 用抹布直接擦掉玻璃上的水霧 第三 開啟除濕機或通風系統 那麼如果是車上的玻璃起霧 該如何解決呢 若是在夏天 處理起霧的方法 一 如果霧氣在外面 可以直接用雨刷把霧氣刷掉 二 把車內的冷氣溫度稍微調高 並調整出風口 不要直接吹向玻璃 避免玻璃起霧 如果在冬天時 要如何處理起霧的方法呢 第一 把車停靠路邊 直接用布擦掉 第二 開啟車窗 讓空氣流通 霧氣就會慢慢消失 第三 把車內的冷氣 按空調除濕 並改成外循環 有助於車內外濕度 達到平衡 讓霧氣漸漸的消失 不過我覺得 預防勝於治療 可以買玻璃防霧的產品 插在玻璃上 避免發生 但是這種產品 不是永久性 要定期的使用 才能有效的防止